昨天不是去给他看肚琴吗 不知道是吓着了还是咋着了 是长小通来了 今天因为阿姨说他那个肚琴 鼓起来然后初能 他说不初能的话就不用看了 但是他老初能 然后去来看一下 他老使劲儿 一会儿使劲儿鼓起来 昨天好好的 医生给那个他消毒了一下 给肚琴包上了 然后说的是他那个 有炎症 但是问了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就之前就觉得他鼓起来 但是好像没有出那个能水 然后这个阿姨说 昨天还好 前天还好的 然后昨天也是好的 就今天早晨他来说 哎 发现蹭在这个尿布石上了 然后他说你赶紧去看一下医生 正好幸好今天去了 然后那医生也说如果你今天不来 以后不来的话 他严重的话就会导致全身的那个炎症 然后问他发不发烧 我说不发烧 不过还好 嗯 然后也不渴是啥的 那吃饭怎么样 吃的也挺多的 又不是又满了 因为这一天 孩子健康比啥都好 这一天没事 烧泡医院是最好的 幸好早去了医生也说 给他开了这个药和抹的药 也就是给他吃 还是还挺多能让一次吃三毫升呢 哎呦 看见蒲公英的那个花了 小时候老干这事 哎呀 哈哈 好了好了 哎呦 都吃上了儿子 好 走吧 对 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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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早晨刚起床 我们现在一天都是早睡 然后晚起 因为半夜要起来喂他 大概两三次吧 我老公俩轮着 我老公起来两次 然后我起来一次又熟 要么就是我 整晚我都不起来 都是我老公起来 有的时候我需要挤奶了 我就挤碗奶放在那 然后我老公一热喂他就行了 昨天不是去给他看肚群吗 不知道是吓着了还是咋的了 阿姨带我开车带着阿姨带他去的 然后那个 回来之后 回来当天 昨天晚上还挺好的 就到后半夜的时候 就一直坑子坑子的 还不是哭 就 就是比以前的话 那个劲儿要大 使劲儿大 然后而且就是 他一老更死身体 后来的话到凌晨五六点钟时候 他就开始哭不睡觉 就得抱着睡 不抱着睡放着就行 放着就行 然后现在早上都八点多了 还在抱人 不知道是咋回事 然后我说 是长脚痛来了 但是也没有啊 昨天还挺好的 吃的也都挺好 医生就想问呢 吃的好不好 我说吃的挺好的 每次都吃个 一百四一百五的 我的奶的话能吃一百五六 奶粉的话能吃一百四五 据注目着混合胃 但是没有出现过长脚痛 但是昨天晚上 包咱 感觉是瞎着的 就一放下就嗷一声 有的时候 立刻放的时候还挺好的 就放一会儿 然后他就 自己睡一会儿 他就嗷一声 抱着他可能就挺有安全感的 就没有出现了 好 刚才阿姨来了 然后给他吃了药 昨天晚上 我是吃完奶给他吃的药 都秃了 没有喂过这么小的孩子药 然后照着阿姨来说 你别给他吃奶 完了吃药 吃奶吃钱吃 现在怎么这么黑呢 看着 他实际上 没有这么黑 可白经人家 这手机怎么着这么黑 手机 苹果原来就这样子 漂亮的呢 我现在出来办那个什么 产后的 给的那个钱 然后必须要我本人了 这一天费金 这就是 韩国的居民中心 今天外边特别热 然后到那个 区的事务 就是办公室 他就看了一下 我啥也没问 就证明一下 妈妈是存在的 然后就把那个钱 打到我的卡了 因为那个卡的名字是我的 然后的话 就是确认一下妈妈 然后就直接到账 200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